花莲县府社会处邀请花莲县内各社区发展协会 办理社区福利杂根计划共事营 参访的万荣湘以及凤林郑两个社区一起分享社区计划执行经验以及成果 并一起探讨这阶段将如何调整操作机制来带动社区的发展风潮 以及促进带动社区投入社区发展工作的意愿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邀请花莲县内各社区发展协会 办理社区福利杂根计划共事营 参访万荣湘万荣以及凤林郑凤里两个社区 参见是玉立地区发展协会总干事的吴新文言来参加 他表示透过参访可以看到各社区的特色 可以激发各社区发展协会的创意 那也透过各社区的交流了解到社区的经营 以及透过社区的所谓的黄金人口或者社区的特色 来造就出不同社区的不同的社区的文化跟精神 县府则说透过参访能一起分享社区计划执行经验跟成果 并一起探讨现阶段将如何调整操作机制 来带动社区的发展风潮 以及促进带动社区投入社区发展的工作意愿 也就是初劳照顾 劳劳这件事情 其实在凤云这边我们看到很具体的表现 也就是初劳照顾 劳劳这件事情 其实在凤云这边我们看到很具体的表现 那等一下总干事就会跟我们分享 我们凤云社区在整个执行生根计划等下一个成果 活动尾声将由花立仙政府社会处主持观摩心得的分享 并赠送参与的社区干部每个人客家花不投金一条 一起来分享奉礼社区的热心招待跟成果 让所有社区伙伴在这一次共事营的社区学习上得到满满的收获 借着高双双预理采访报道